一家五口 青棗高原自下游 现在来到了门园油菜花海 这里是白亩油菜花海 全国来说的话也是挺有名的 现在晚上6点钟 把这个给直起来 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打算吃个烧烤 暖暖身子 可以吗 就开一点吧 行了吧 行了 超级大 好大一个棚 看看 这棚可大了 在西宁的时候 就经常小孩去吃那个红柳露串 15块钱一串 上面五个大露 四块瘦的一块肥 小孩觉得可好吃 正好我们今天有条件了 好 它是切成疙瘩的 然后我是切成长条的 就是挺好的 签在签上 嗯 这个是烧烤料 外面的烧烤料 再把咱们的桌子给拿出来 还有椅子 都是放在外面的啊 这次圆圆来植桌子 你会植不 不会植啊 三个不是我折起来的吗 行 桌子撑起来 快让开 别让我碰到你 再把这侧面的烧烤炉给拿出来 看我这里边 上子的木头还没烧完 好的 还有东西要拿吗 没了 没了不就开始点了 点点点 点火一试正式开始 看看佳佳 吃好了 嗯 吃好了 吃这么多了 嗯 那等会再穿吧 先穿肉串 今天多放点柴啊 多放点柴啊 啊 那啥 算得太难了 等得捉急 孩子们在穿肉串 明明你会穿嘛 别扎到手了啊 这肉串看起来就好 看看我们这个肉 颜色可以啊 滋滋冒油 哇 妈吃串了 这最中间的给她 来尝尝 哈哈哈哈 来尝尝 来鸡串给你 来鸡串放油 快放进去 嗯 好热啊 鸡串 好吃吗 好吃 味道怎样再加 嗯 好吃 明明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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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把肉 现在是七点半了 大家看看 天晴了啊 这下就好看了 肉也不想吃了 在烤素的了 好了没 好吃吗 好吃真好吃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青海的门园 虽然说已经是 七月的中下旬了 但是看看这油菜花 开的多艳 我拿了一个 明晴的蜜瓜 也是金黄色的 吃着蛙 看着油菜花 大家想买的话 可以买单尝尝啊 之前咱们在产地 建议买八斤半到九斤的 23块8毛钱 包邮到家 在我的橱窗里可以买 此刻拿出无人机 给大家航拍一下 这里的美景啊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特意带着丈母娘专程来看油彩花 怎奈天空并不作美 一直阴沉沉的 通过航拍的画面能够明显看到油彩花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金黄灿烂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就是这恼人的阴天 光线不足导致色彩暗淡 然后就是油彩花还没有全部开放 仍有部分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 虽然是这样不尽人意的情况 但是当我站在这片花海之中 这里的美景依旧令我感到无比震撼 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画卷之中 地面的海拔达到了2800多米 而无人机航拍的高度则攀升至3300米 从这个独特的视角俯瞰 远处的山巒重重叠叠 宛如蜿蜒起伏的巨龙 雄伟磅礴 山峰下面的白云悠悠荡荡 它们环绕在山峰周围 使得山巒更添神秘于梦幻 远处的太阳即将下山 它宛如一位慈祥的长者 散发着最后的温暖光芒 此时整个天地都被染成了橙黄色 那色彩有浅露深 层层蕴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